标题 梦境Wonderland AI陪伴让人类陷入虚拟世界难自拔 看过一部由电脑特技所拍摄成的半纪录片 其中指出 人类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一种生物 会长期怀念死去的同伴 甚至为它们举行葬礼或者放下陪葬品 这种本能 其实可大大提升人类的竞争能力 只因以我们脆弱的身躯 若要战胜其他强壮的猛兽 必须变成群体生物 方能互相照顾 成为食物链上最顶级的生物 就是这种 是死如是生的概念 使到人想象或者设计出 阴间这种玩意 幻想死去的至亲 人活在另一个世界 华人甚至降之进一步行事化 为死去的亲人 烧掉大量的经营医植名墙 甚至火花一些纸扎的用具 仆人等 让至亲在阴间中享用 而这一套Netflix自家制作的韩国电影 正式运用了以上的概念 加以人工智能化 竟设计出一种虚拟的AI服务来 让那些失去至亲好友的使用者 借此跟死去或者陷于昏迷的至亲 继续一起生活 如清谈交往等等 这套在串流平台上放映的电影 最吸引笔者之处 必属于其演员阵容 相继由笔者甚为喜爱的汤维 与吉培秀志 郑友美 暴起镜 孔流等 故此一旦察觉其上架 立即急不急待地坐在电视旁观看 这部片子与别不同之处 就是若放在其他导演手里 多会集中于单一形式或者题材 整体便会显得单调乏味 但本片却包罗万有 相继涉及科幻 文艺爱情 伦理 喜剧等元素 灵活且有趣 笔者即使在深夜里收看 仍然能够津津有味地看壁全片 本片的导演及编剧 在这种看似完美 能够帮助用者填补空虚心灵的点子上 带出很多具思考性的问题 例如用者往往会发现 真人不及AI体贴及完美 致使用者慢慢脱离现实 无法认真的生活 长此下去 此服务反变成一种另类的精神鸦片 当然 演员们的演出 艺术精彩 特别是汤维 抱起镜的两个角色 便充分反映出 用者那种真假难分 脱离现实的苦况 汤维的小女儿更成了当中的受害者 至此 笔者又忍不住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 这种AI服务其实是制造了一种 另类的鬼魂出来 而对鬼魂最透彻的认知 必定属于魏斯里科幻小说中的《从阴间来》系列 书中指出 阴间其实是外星人所创造出来的空间 用以收集人类死后剩下来的鬼魂 或者记忆组 而鬼魂跟活人最大不同之处 就是鬼魂的思考模式 只局限于生前的记忆及性格设定 故不能做出任何更新或者改变 无法做出如原谅仇人等思想上的改变行为等 助 所以如戏中的某个角色 突然发现一个死去的客户 竟有可能是自己的生父 却苦无法询问AI鬼魂去证实一切 另一方面 相信大家都知道 心理学商认为 若人遇上极大的心理创伤 通常会集四个阶段去处理 就是震惊 shock 否认 denial 愤怒 anger 接受 acceptance 才能让自己成功走出整个灰暗悲伤的过程 而戏中这种AI服务 却让用者长期停留在否认的阶段 随之而产生不少的生活问题 例如用者的家人及朋友 会承受额外的心理压力 而且更会阻碍用者做出重要的生活决策 比如财务 遗产分配等等 更严重的 却会阻碍用者个人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 无法重新做人 所以人还是面对现实的好 要懂得如投资般指示 路人要走下去 不能老是停在某一个阶段 累人累己 多谢各位读者或者观众 收听或者收看Lime Movie Blog的影评 最后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 请在YouTube上订阅 点赞 给予正评 谢谢 谢谢